这几天的发烧话题群创员工梁小花的22K说呢 虽然梁小花已经用录音澄清是误会 不过呢群创呢下午还是特地开记者会 强调呢员工薪资都在22K以上 还强调不会秋后算账 而群创董事长段行健跟当场承诺今年一定加薪 湯家说段总的意思 会加 斩定截铁回应 群创董事长段行健13号特别召开记者会 承诺今年一定会加薪 不过成长幅度到底有多少 我们这个调整要签到两万人 签到一万五千人 OK所以这个要给我们点时间 我也希望跟那个 那个鸿海的人资呢 做一些有些观念上大家要来 来这个讨论一下 群创一到四月平均薪资 日班底薪两万七千三百元 加上加班费突破三万元 而夜班的底薪比较高 领了加班费后月薪来到三万六千五百元 都比22K高出许多 五月底还会宣布假行方案 至于上网留言的群创员工梁小花 董事长段行健不但没有责怪 反而要大家多多体谅 也强调郭董和他都很感谢梁小花 群众连日公布员工薪资水准 还加码打算加薪 就是希望这波意外的薪资风暴 能够早日平息 有点TV综合报道